马利基 伊拉克前总统 1950年 她生于一个失业派家庭 拥有阿拉伯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曾在伊拉克教育工作 马利基热衷政治生活 她大学时就加入了失业派政党达瓦党 并成为党内骨干分子 70年代末萨达姆当上总统后 达瓦党毛球鼓励对抗 遭到萨达姆严厉阵压 1980年 马利基被迫流亡议党 在海外坚持反对萨达姆统治 当达瓦党内部发生分裂后 马利基又转移到徐利亚 2003年 在美国武装打击下 萨达姆政权垮台 流亡海外23年的马利基回到伊拉克 并迅速获得政治地位 马利基一贯坚持强硬路线 是失业派利益的坚决捍卫者 在伊拉克新县法乞讨过程中 马利基曾代表失业派 同讯尼泰和库尔的政党 举行过艰苦谈判 马利基具有控制局面 处理事物的能力 很快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赏识 2006年5月 在美国扶持下 他出任一战后首任政府聪明 在处置萨达姆问题上 新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 马利基秉承美国一旨 不顾逊尼派官员强烈反对 最终将萨达姆处死 小布什对马利基表现很满意 坚持每周都同他召开视频会议 不过 马利基对小布什并非完全一层 2007年秋 小布什与马利基开通电视会议 双方签署一份原则宣言 布什签字后 马利基则假装签字 结果被小布什身边一名助手发现 随后一声训斥 马利基 别想跟美国总统爽八招 虽然马利基后来签署了该协议 但做假事件令美国很失望 当伊拉克国内敌人谋划推翻他时 白宫一些人一致主张将他赶下台 不过遭到了小布什否决 小布什派国务卿来死 前去巴格塔 警告马利基要好好表现 否则的话 你会孤立无援 迟早会被吊在路灯柱上 马利基于是有所收敛了一些 2010年 他再次当选为总理 不过当奥巴马上台后 双方关系再度发生了变化 奥巴马发现 马利基是个善变的盟友 而且经常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造成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由于马利基对国内逊尼派采取打压政策 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不明 国际暴控分子乘机涌来 伊拉克简直成为恐怖者的乐园 奥巴马曾常是与马利基达成一项责任协议 允许美军在离开伊拉克后保留一支美国部队 但是协议未能达成一致 于是双方关系愈发的化 奥巴马于是决定弃用马利基 弃用一个更值得信赖的人物来取代他 2014年8月 在美国受益下 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提名阿巴迪出任新总理 马利基拒绝接受这一结果 指得总统马苏姆违反宪法 并派遣忠于自己的安全部队 把守收督巴格达战略区域 引发人们对巴格达局势的担忧 但随着支持者不断减少 以及美国的强大压力 马利基被迫命令部队撤退 黯然宣布放弃寻求连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